大家好,我是Reason,瑞森老哥 由于男性弯染色体的不稳定性 12万年后,男性可能会消失 女性或许能通过两个卵子单性繁殖后代 人类的手指可能会比现在长出50% 手掌和脚会变小 脑袋和眼睛会变大 许多科学家对未来人类的进化做出了诸多预测 近年来,多项发现进一步证实了 人类进化的步伐从未停歇 如血管系统的新变化 骨骼结构的微调 乃至一个全新器官 管状唾液线的揭示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两个方面,基因突变和自然选择 近两万年来 人类的脑容量缩减了10% 而乳糖耐受者的比例显著上升 智齿祖生和缺失的情况也愈发普遍 显然,我们仍处于这些进化浪潮的余波之中 在精子形成的过程中 每一次分裂都可能因复制错误而带来突变 而年龄的增长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突变的可能性 如今,全球男性的生育年龄普遍推迟 这无疑增加了基因突变的风险 遗传学家詹姆斯·克罗曾警告 老年男性的精子可能成为威胁整个族群健康的最大突变源头 因此,对于广大男性而言 趁着年轻将精子冷冻保存 或许是一个值得考虑的解决方案 当然,这里所指的冷冻 需要在具备国家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进行 确保精子在零下196度的超低温下得到妥善保存 而非简单地将它们放入家用冰箱的冷冻层 然而,基因突变的增多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我们还需要关注自然选择的作用 随着21世纪的到来 生产力和医疗水平的飞速提升 使得狭义的自然环境 对人类的筛选机制已经减弱到近乎可以忽略的程度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人类的进化已经停滞不前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与此同时 广义的自然选择机制却在不断增强 在这个时代 文明已经成为了自然的一部分 它以其独特的方式塑造着我们进化的轨迹 狭义的自然选择主要遵循两条规则 一是淘汰携带有害基因的个体 二是保留携带有利基因的个体 然而,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 人类已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逆转命运 比如,剖腹产的广泛应用 使得那些原本因头位过大 而无法存活的婴儿也能顺利出生 如今,全球各国的剖腹产率都在迅速上升 这意味着未来人类中大头婴儿的比例 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虽然大脑袋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福气的象征 但我们也必须正是一个问题 当医疗水平开始干预自然选择时 那些携带有害基因的人类也能顺利繁有后代 这些有害基因代代相传 人类的身体是否正在走向退化呢 这一问题的答案并非简单的是或否 在医疗进步的同时 我们也需要更加深入地理解自然选择的机制 以便更好的引导人类的进化方向 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到 基因突变和自然选择并非孤立存在 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共同构成了人类进化的复杂画卷 因此,在讨论人类进化的未来时 我们需要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 去面对这些挑战和机遇 为此,我们是否应该彻底消除一切的有害基因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基因突变所带来的进化 往往只具备短视的视野 它仅仅能洞察当前的环境变化 设想一下 那些在20多亿年前 努力适应了超低氧环境的原核生物 它们又怎能预见到 未来大氧化事件的降临 同样,6500万年前 那些在终生代环境中 如鱼得水的恐龙们 又怎能预见到 小行星撞击的灭顶之灾 再回顾人类的进化历程 当我们失去了 自我合成维生素C的能力时 又怎能预见到 哥布伦会开启大航海时代的新篇章 当一个物种踏入新的环境 它会在自然选择的残酷考验下 逐渐变得愈发适应这片土地 然而 当它与这片土地的契合度达到顶峰时 也就意味着 它与其他环境的适应性降至冰点 一旦环境发生巨变 这个物种就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这正是物种不断诞生与消亡的轮回之谜 值得注意的是 那些曾被视为有害的基因 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 或许会成为整个物种的救命稻草 基因的多样性 就如同一个物种 为应对环境变化而准备的多种策略 以镰刀型细胞贫血症的基因为例 它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是有害的 但在今天的非洲 其携带率却远高于其他地区 因为它能有效抵御疟疾疾的侵袭 未来人类的手指 可能会比现在长出50% 手掌和脚会变小 脑袋和眼睛会变大 还有人预测 由于男性弯染色体的不稳定性 12万年后的男性可能会消失 女性或许能通过两个卵子 单性繁殖后代 许多科学家曾对未来人类的进化 做出了诸多预测 这些设想虽然引人入胜 但在飞速发展的基因技术面前 或许都只是空中楼阁 动植物基因改造技术的突飞猛进 已经让人类看到了改造自身的曙光 毕竟我们的身体 已经远远滞后于文明的进步 近几百年来 人类文明的进步犹如一列极齿的列车 不断加速前进 而人类身体的进化却如同漫步的行人 步伐相对缓慢 我们身处于一个21世纪的世界 这个世界充满了高科技的奇迹和复杂的挑战 然而我们用以应对这一切的 仍然是那个经过漫长岁月演化而来的身体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一台老旧的286电脑 尝试运行最新的阿尔登法环游戏 虽然这种尝试勇气可嘉 但结果必然是卡顿和不是 我们的身体与现代社会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不匹配 这种不匹配 让我们在面对现代社会的种种挑战时 感到力不从心 那么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 什么样的人类才能拥有最大的生存竞争优势呢 答案或许就在那些拥有强大自律能力 能够长时间专注学习和工作的人身上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我们每天都面临着海量的信息和选择 没有自律 我们很容易迷失方向 陷入无尽的焦虑和迷茫 而长时间专注学习和工作的能力 更是现代社会对人才的基本要求 无论是科学研究 技术创新 还是日常生活和工作 都需要我们具备这种能力 只有能够静下心来 深入钻研 我们才能不断提升自己 适应这个不断变化的事件 对于那些希望在21世纪的社会中 拥有最大生存竞争优势的人来说 培养自律能力 提升专注力 无疑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然而 我们的古老身体 却常常让我们陷入困境 我们的注意力难以集中 总是难以抵挡 各种成瘾物质的诱惑 我们不学习时难以入睡 学习时却困倦不堪 我们无节制地摄入高热量食物 无节制地浏览色情内容 尽管我们从不从事重体力劳动 但腰椎和颈椎问题 却层出不穷 我们每天坚持刷牙 致齿却仍然疼痛难忍 男性在与自己的性冲动斗争中 苦苦挣扎 女性在生产后 则面临着职场歧视的困境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身体 还未能完全适应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 精英技术为我们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大门 如今 我们已经有能力通过技术手段 干预生命的起源 决定新生婴儿的性别 皮肤颜色 眼睛颜色和头发颜色 这样的进步 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它让我们对生命的奥秘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英国诞生的首名经过精英筛选 而免患遗传性乳腺癌的婴儿 更是展示了精英技术 在预防遗传性疾病方面的巨大潜力 然而 当我们为这些成就欢呼时 也不禁开始思考 未来某一天 我们是否真的能够决定婴儿的相貌 身高 体能 和智力 这样的前景 既令人兴奋 又令人不安 兴奋的是 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这样的技术 或许可以消除许多遗传性疾病 让每个孩子都拥有健康美好的未来 然而 不安的是 这样的技术一旦被滥用 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想象一下 如果基因改造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 有钱人的孩子 因为拥有更好的基因 而变得更加优秀 而穷人的孩子 则因为无法承担高昂的基因改造费用 而输在起跑线上 这样的社会 将不再是公平的竞技场 而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深渊 在追求科技进步的同时 我们确实应该更加关注社会的公平 和正义 基因技术本身并没有善恶之分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使用它 我们应该制定严格的法规和伦理准则 确保基因技术的健康发展 避免其被滥用 同时 我们也应该关注那些 无法享受基因技术成果的人情 努力消除社会不公 让每个孩子都有平等的机会 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今天 一个令人深感不安的现象 正在悄然发生 一些国家正逐渐放宽 对基因技术的法律管制 例如 早在2016年 英国就批准了 世界上首例人类胚胎编辑研究 这一决策 在当时引起了广泛争议 然而 谁又能预见到 未来的人类会如何看待这一事件呢 回顾40年前 当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时 许多人对此持有强烈的反对态度 将其视为不祥制造 但如今 全球已有500多万个试管婴儿 他们的存在早已被社会所接受 展望未来 我们不禁要问 未来的各国利益集团中 精英改造公司是否会占据一席之地 甚至成为最强大的势力 他们是否会游说政府 施加压力以推动精英技术的进一步应用 随着精英改造技术的不断商用和普及 其成本必将逐渐降低 当全民精英改造的费用 低于政府医保支出 且能有效减少公民疾病负担时 那些面临巨大财政压力的政府 是否会选择鼓励 甚至强制全民公费进行精英改造 尽管用于医疗目的的 精英改造费用可能降低 甚至实现公费支出 但精英改造公司必然会推出更加安全 强大且昂贵的精英改造项目 以满足人类对于增强各项能力的渴望 如今 Proper技术已成为全球最为流行的精英编辑工具 数千个实验室以掌握其核心技术 然而封印这些潘多拉魔盒的仅仅是一纸法律 上述想象或许只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的世界 人类文明的进化速度将可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借用王立民教授的话 人类大脑是一个由约860亿个神经细胞组成的复杂器官 它们之间建立了约100万亿个连接 因此 我们完全可以将人类大脑视为一个拥有860亿个晶体管 100万亿个节点的超级CPU 理论上 如果我们能够精确捕捉这些晶体管和节点上的每一刻活动 或许能够解读出大脑的思维和行动 甚至能够直接向大脑输入电信号 改变其工作状态 甚至大脑与电脑 大脑与大脑之间的联网也可能成为现实 这一切的实现将使人类文明的进化速度提升到一个无法想象的水平 甚至可能让我们摆脱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 直接进入虚拟数字世界 站在这一历史节点 我们似乎正站在物种进化的分水岭上 从20万年前至今 智人这个物种主要受到狭义自然选择的印象 然而从今往后 我们为何还要被动地适应自然 而不是让自然来适应我们 为何要被自然选择 而不是自主选择我们的进化方向 人类似乎已经做好了 接过大自然进化主导权的准备 摩拳擦掌的 要成为这个星球上第一个自主决定自身进化的物种 然而 我们刚才所畅想的这一切 都建立在对人类已经完全摆脱狭义自然选择的乐观预期之上 但人类真的已经完全战胜自然了吗 这种自信从何而来 是工业革命带来的200多年 无大规模自然灾害的安稳日子吗 但历史告诉我们 没有永恒的安稳 一个哺乳动物物种的平均寿命 为100万到200万年 当我们作为一个仅有20万年历史的物种 站在拥有4亿年演化历史的其他生物面前 谈论物种的演化和人类的辉煌时 或许应该保持一份谦逊 因为在自然面前 我们仍然只是沧海一宿 人类进化不仅仅局限于生理层面的改变 更包括文化 社会结构和科技等多个维度的演进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 人类的生活方式 思维模式 乃至价值观 都在发生深刻变化 这些都是人类进化不可或缺的部分 尽管现代科技 使我们有能力干预和改变自身的遗传特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应该盲目追求基因改造 在利用基因技术 推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 我们必须谨慎权衡利弊 确保科技进步与伦理道德 人类尊严和生物多样性等价值观相协调 人类进化并非孤立进行 而是与整个生态系统紧密相连 我们的行为决策不仅影响自身 还对其他物种和地球环境产生深远影响 因此 在追求人类进化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关注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确保我们的进步 不会给地球带来不可承受的负担 我们的每一个行为 每一个决策 都如同一颗投入弧面的石子 虽然微小 但产生的涟漪 却能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 随着科技的进步 人类社会的发展速度日益加快 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这种发展不应以牺牲其他物种 和地球环境为代价 追求人类进化的道路上 我们更应注重生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 这意味着 我们需要在发展的同时 尊重并保护自然的规律 让每一个生命 都能在地球这个大家庭中和谐共生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实现 长久而稳定的进步 确保人类的未来 不会因过度的消耗和破坏 而变得黯淡无光 2011年 一名记者采访了 伦敦大学学院的遗传学教授 斯蒂芬·琼斯 问及人类是否过于自信地认为 自己已经摆脱了自然选择的束缚 以及当下一场真正的大灾难来临时 自然选择是否会再次发挥作用 斯蒂芬·琼斯表示 他担忧这种可能性 并认为我们不知道 那个大灾难会是什么 但流行病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选项 他的话提醒我们 尽管科技在进步 人类在面对自然的力量时 仍然需要保持敬畏和谨慎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Ryzen 瑞森老哥 如果大家有自己的见解 或者觉得视频某方面有误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订阅按赞 我们下期再见吧